我想告诉大家 共产党的灭亡 没人能改 谁都改不了 战友们 如果你连这都不相信的话 你就不要在这浪费时间 粮食问题是继疫情之后 对灭共 又一个不可逆转的因素发生 所有现在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切问题 天灾一项 全国道地大火灯生 人为灾难 人道灾难 自然灾难 自然灾害 自然灾难 人心和人心不满 和生存的艰难 和生存的挑战 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外因对全世界的威胁 整个对生存的威胁 对生存环境的威胁 政治上的敌人 你死我活的较量 本质的不同 对信仰 对上天所有的挑战 对人性的挑战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 这个全人类都不能在一起相处的 信仰一个共产党的流氓 乌托邦的 没有神主义的 无神主义 是要当神的 流氓体制的 信仰挑战 西方是有信仰的 27亿人是基督教徒 天主义 而且是世界上最有钱 最有权力的人 再加上共产党现在把国家权力私有化 私有化的权力 家族化 把一个国家的财富给公有化 公有化的权力给家族化 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 我在这能连说十几分钟 这都不是一句话能形容的 这叫天要灭你 要灭你共产党 你想跑都跑不了 因为你走到家了 江泽民现在舒服 朱镕基舒服 曾庆红舒服 李长春舒服 孟严祝舒服 习近平 王岐山就认为他能活一千岁 他就认为这个世界说 我就被你统治了 我不相信 一句话 你完了 共产党 只是怎么完 什么时间完